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1474集 于大娘 于奶奶翻来覆去地看,确认纸上就写了四个字 才将纸揣在兜里,用袖子擦干眼泪 我没事,是小虫子迷了眼睛 她轻轻摇头,示意留分不要提起纸条的事 如果一封家书需要这么麻烦才能交到她的手上 就一定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古话说,隔墙有耳,于奶奶认为有道理 这里毕竟是外国人的地盘 回到华国去才安心 安谁的心,安仲义的心 于奶奶绝对不会认错 这就是儿子徐仲义的笔迹 二十年不见 一个人的笔迹肯定有变化 这变化于奶奶是能接受的 只要底子不变 她就能认出来 徐仲义小时候第一次拿笔 就是她先生手把手教的 父子俩的笔迹一脉相承 仲义叫她回华国去 总不可能害她 仲义还活着 这是事实 不靠谁推测 这张字条传讯就能证明一切 于奶奶仔细整理好自己的狼狈 机场卫生间的大镜子 照出她的样子 眼睛红通通的 常年刻板严肃的嘴角 却是上扬的 阿芬,别露出异样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过 刘芬重重点头 我能办到 以前她肯定办不到 现在的刘芬有进步 如果一点心思都不遮掩 做生意也成功不了 两人在卫生间磨磨蹭蹭 好半天才出去 夏小兰就觉得两人挺奇怪 却也没多想 还以为刘芬和于奶奶舍不得她呢 妈,于奶奶 你们别担心了 我一个人能照顾好自己 到纽约实习 也有靠你她照看着我 刘芬忍住没说啥 还是夏小兰送她们登机时 于奶奶忽然一反常态 抱了抱夏小兰 在她耳边低声道 纵意联系我了 我看了她让人送的字条 她让我回华国去 她真的还活着 纵意这么小心翼翼 我也不能让她担心 我要听她的话 在华国等她 小兰 你不要往下查了 我有个预感 纵意会自己出现见我们 于奶奶这话信息量很大呀 字条 刚才那个黑人小孩撞了她妈妈 她妈妈忽然说要去洗手间 就在那一瞬间传递的消息 徐仲义既然能传讯 为啥不早点联系于奶奶 哪怕就像现在这样传个简讯 告诉于奶奶她还活着也行啊 夏小兰失神间 于奶奶已经拍了拍她的后背 很自然和她分开 纽约飞往日本东京的航班 即将起飞 要登机了 夏小兰冲着刘芬三人挥手 刘芬一步三回头的 回去吧 我们到家了 就给你打电话 这个到家 说的是到鹏城了 夏小兰点头 还是站在原地 直到三个人的背影消失 吉姆仍然在追查 徐仲义带出国的那些古董 徐仲义给于奶奶传讯 让于奶奶知道她还活着 也是让我不要继续追查 为什么不呢 会打乱徐仲义本来的布局吗 夏小兰开始还以为徐仲义很笨 根据现在知道的一些线索 她可能是一个 被于奶奶夫妻保护得挺好的人 出国时缺乏独立生活的经验 但她绝对不笨 一个笨蛋不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 活下来吧 她没有被黑帮弄死 很长一段时间 黑帮都在找她 能在本菲尔德家的地下室 耐心忍耐半年 等风声过了再逃离 真是有耐心 重伤时不昏倒在别的地方 偏偏是菲尔德家的后巷 似乎认定了菲尔德能救她 这样一个人乍然遭逢大便 多年不和于奶奶联系 或许真是不能联系 夏小兰越想越是毛骨悚然 徐仲义不知道陷入到了怎样的大麻烦中 绝对不仅是黑帮抢劫那么简单 这一次去旧金山验尸寻人 这潭水好像更浑了 他们要是不找过去 不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徐仲义还不打算让于奶奶知道 她还活着 这样想想 好像又是个浑蛋玩意儿 没想过老母亲会担心吗 有千万种理由 只要想见 总能偷偷联系上吧 于奶奶又不是那种 不能承受压力的 无知老太太 刚才得知徐仲义还活着 表现得也很镇定啊 夏小兰在心里 骂了徐仲义几句 反正她和于奶奶更熟 和徐仲义毫无情分 骂起来毫无压力 离开机场时 夏小兰也有点紧张 开着车总想去看路边的流浪汉 忍住忍住 不可能各个流浪汉 都是别人派来盯烧的 若真是 她就更不能流露出异样 夏小兰得去看找好的房子 她明天要去GMP 纽约办事处报到 未来两个月都会住在纽约 不可能一直住在温曼妮家 人家两口子 在认真修复夫妻关系 她一个成年人 处在别人家里 像什么话呀 不过今晚 温曼妮邀请她去家里住 夏小兰就不好拒绝了 温曼妮今天 还特意下班的早了点 克朗斯出差了 你别这样看我 是真的出差 我们不用等她吃饭了 今天还想去送一送 你妈妈她们 哎 律所实在太忙了 夏小兰完全能理解 温曼妮为了余奶奶的事 跑去旧金山好几趟 又兼称是法律援助 没有收费 不仅没收入 前后还耽误了不少 其他的工作吧 如今刚回纽约 肯定很忙 Cone 我完全能理解 我已经拜托朋友 租好了公寓 明天去GMP报到后 我就直接搬过去 温曼妮点头 纽约和郊区不同 你要是不想明天 第一天上班迟到 就早一点出门 赌车可不仅是我 才会遇到的日常 至于职场经验 温曼妮都没提 很多事别人说了没用 得实习生自己经历了才懂 温曼妮认为夏小兰这么聪明 学得一定会很快 不要太紧张 夏小兰听话点头 她其实真的一点都不紧张 从学校步入职场这一步 夏小兰早就经历过了 紧张是不紧张 她反而有点兴奋 GMP述所在全世界 都能排前十以内 这就是这辈子 为啥要考好大学的原因 她不是指望大学毕业后 包分配工作 而是想要这样的平台 从安庆到京城 从华清到康奈尔 从上辈子毕业了 被迫转行当销售 到这辈子 大学才念了两年 就能去顶级事务所实习 夏总很满意这样的提升 留在GMP工作不重要 但她绝对能在GMP学到东西 学到手的知识 谁都抢不走